今天的生存 我的触界系统将会变成传说之下版 玩家可以和主角 Freeze可以一样 选择走和平线 还是屠杀线 那么热爱和平的我 该怎么在不杀怪的情况下生存呢 hello大家好 我就是能偷懒 绝不勤快的阿阳 现在你们也看到了 这个世界的样子有点奇怪 周围黑漆漆的一片什么都没有 不用慌 这是游戏开局的正常情况 各种debuff缠身 砍个数都要砍半天 度过的办法呢 很简单 杀怪升级 或者等时间到 玩家自动升级 那你还不赶紧去刷怪升级 让观众看你黑屏吗 小月 这回可不能杀怪啊 一杀怪就直接进入屠杀线了 我这么热爱和平的一个人 怎么可能回去走屠杀线呢 一边砍树一边等呗 哎呦妈呀 这个真的是太难了 这砍树跟屠手露石头一样 幸亏挖满一块树 我们就升级了 总算是能正常开完了 正常开之后 我们蹲加低头 就能召唤出决心面板 两个剑分别是 存档和重开 和传出之下一样 因为走的是和平路线 我们不能杀死任何生物 哪怕是一只鸡 都会导致我们后面 无法正常开启和平路线奖励 呦这里有个矿洞 我们可以下去玩玩 对了 阿杨 你挖矿能升级吗 不能 我们通过烧材料 种地交易 获得的都不会让我们升级 只有杀怪会 所以我们在矿洞挖矿的时候 尽量能躲着怪物 就尽量躲着 不过得于1.18的地形优势 挖矿时躲怪非常方便 跳下去就行了 在系统计时到达30分钟后 它就会正式提醒我们 友善等级开启 进入和平线 我们就会获得和平玩家 专属的增益buff 已经不定期会收到 系统送来的礼物 点这里的绿色字条 就能获得 礼物是随机的 会给防具 材料 或者食物 防具上的附魔 非常给力 但无奈 防具是最菜的皮甲 是不是你的油耗等级不够啊 有可能 但是这个东西升级很麻烦 是根据玩家的游戏时间来算的 喜欢的小伴 可以自己试试看 也许一个小时 两个小时 友善等级提升以后 会送不一样的装甲的 最后再来说说屠杀线 每次杀罐 我们都会获得经验值 升到20级时 茶就会出现 同时呢 我们的重制剑 也会被替换成抹除剑 这时候我们选择抹除 就会把灵魂献祭 给茶换取更加强大的力量 茶也会给予玩家帮助 送玩家恶魂之类和经验评 每献祭一次 就要获得一点的放值 直到玩家获得10点放值 解锁终极成就 放 才算是到了终点 这个真是太愉悦了 那么如果小伙伴们 装了这个数据包 会选择走哪条路线呢 投个票让我看看呗 好的 老样子 本期视频到此为止 喜欢的小伙伴 可以自行搜索 Determination 下次来玩 我是阿阳 我是小月 我们下期再见 小伙伴们 我们阿阳家族 新出了一款游戏 叫做 是男人就贵100层 里面的我老惨了 不仅要贵戳一板 还要贵榴莲 不过据说里面 有一个神秘的彩蛋 被藏在了第200层 想知道彩蛋 到底是什么的小伙伴 赶紧搜索 是男人就贵100层 挑战一下吧